到达那边,所以这个就是一前一后一直排开走路 我是觉得你们可能算是尽量要求吧 他会要求分成几组 那么尽量要求你就跟他 叔叔就跟他说我要参加英文组 他说英文组还是西文组 那这样子我要参加英文组 最好我们这个是一组 所以这样子也一起走这个冰川 所以在冰上践行冰上准备工作是比较多的 冰上可能走的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的走个安全路线 有高有低 所以他有景点的地方 安全的地方 他叫你们拍 顶下来 这样这个时候再拿出相机来拍 拍好之后 相机手机收好了之后 再一直一个一个的跟着 再安全再走路 这样子来 那就比较的安全 基本上走完之后脱定着鞋的时候 就不用他们专业的了 你就自己脱 脱好了之后两只要扣到一起 用一个带子绑起来 因为这两只大小一般 是根据你的脚的大小 他给你找适合的号码给你穿的 脱下来的时候要两只用带子绑起来 这两只放一起 给它放在那边就可以了 再之后沿着它标志的那种 那个树林栈道 走回到这个小木屋 那个时候他会告诉你们 你们是几点钟的船 过来接你们 到时候呢 到那个时间的时候 再在下船的地方等船 再回来 这个就是坐到船对面呢 我们就车就在那边等你们了 那不去这个登冰川践行的那三位呢 那我们就送你们到码头之后呢 我们会到另一侧 阿根林湖那一侧呢 我们去坐一个小时的游船 坐一个小时的游船呢 在阿根林湖边玩一玩之后呢 我们还是会按时间回到你们 这个下船的码头那边接你们 之后我们一会和一起在开往 这个冰川这个践行的这种 就是不用钉脚鞋的 那个专用的这个观景栈道 观景栈道呢 那个就是在亚恒百花草树木中间呢 看整个冰川从后面 往前面推积的这种气势 整个的气势 在那个观景还可以看得到啊 所以你们走 你们走南边 我们走北边 之后呢 我们都到中间 就这样子来啊 不错 今天呢 还是巴达哥尼亚 极好的这个天气 因为呢 一半的天呢 是大风天 昨天我们去了一下观景台 风都不是特别的强硬 所以今天还算是 风和日丽的好天气了 百里挑一了 我说我们这个司机呢 很喜欢学中文 那也很喜欢听中文歌 所以他不停地在放这个 月亮代表我的心啊 我说等这个月亮出来的时候 你再放这首歌 现在太阳已经出来了